见到第一线第3182章 旨意 天下局势在动荡 风起云涌 立心见斋的所谢事宜 无需苏意亲力亲为 但 他并没有多少空闲时间 命运长河之下 命魔一脉的大军 在渊源不断地掀起腥风血雨 而在永恒天狱 同样有狱外天魔的力量出现 三十三周 四方之海 五大天都 六大净土之中 皆有狱外天魔的强者出没 在世间引发大大小小 不知多少骚乱和血腥 一个新时代拉开帷幕 必然意味着动荡和混乱 在这结果眼上 狱外天魔和命魔一脉 又陆续入侵当事 趁火打劫 所掀起的血腥和混乱虽然不大 但就像星星之火 已快要形成燎原之势 这一切 也让立心见斋 遭受到冲击 毕竟 立心见斋如今是天下霸主 永恒天狱的主宰 面对着内忧外患 世人下意识认为 立心见斋应当站出来 去扫平动荡 还天下一个太平 像最近一段时间 立心见斋每天都能收到许多请命的声音 天下各地修道者 皆急切期盼立心见斋站出来 同样 随着世间动荡 也有许多诋毁立心见斋的声音出现 若不是苏毅斩杀一众天地 这天下怎会乱成这样 以前有那些天地坐镇 永恒天狱可从没有发生过这种动荡 这一切的祸根 都在立心见斋身上 类似的怨言和诋毁不在少数 并且随着时间推移 出现的也越来越多 虽谈不上怨声再道 可对立心见斋的声望 已产生极为严重的冲击 世人并非愚昧 当事不关己时 没谁吃饱了撑得去愤恨和诋毁一个 和自己不相关的主宰及势力 可一旦自身处境遭受危机 内心惶恐之余 自然需要找一个宣泄怒火的对象 于是 如今已成为天下主宰的立心见斋 就成了众矢之地 数大招风 诸怕出名 欲带王冠 必成其重 在风雪山一战之前 立心见斋是一个祖庭 都已沦为废墟的落魄势力 如今一夜之间 就成了天下霸主 自然不可能让全天下修道者 真正幸福 简单而言 你苏天尊再厉害 立心见斋在强大 怎会让这天下 陷入动荡和血腥之中 简直得不配位 这就是立心见斋如今的处境 一种声音 在急切盼望立心见斋站出来 以天下主宰的身份 横扫路河 还世间一个朗朗乾坤 一个声音在诋毁和怨恨立心见斋 认为以前那些天地还活着的时候 乃会发生这种事 这一切动荡和血腥 都和立心见斋有关 当然 世间那些大势力 都不会蠢到这么做 不过 这些大势力都在观望 要看一看 面对这种风急浪高的动荡局势 立心见斋会如何做 苏毅又会如何做 这一切 都发生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中 苏毅都已断断续续了解到 连若素都亲自前来 问询苏毅当如何面对这天下局势 显然 这天下间正愈演愈烈的动荡和血腥 必然让若素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 这等情况下 命运长河中正在掀起的腥风血雨 自然让苏毅无暇踏骨 不过 苏毅并未自乱阵脚 事分轻重缓急 饭要一口一口吃 什么都要抓 注定一团乱麻 每逢大事有劲气 而苏毅此生什么风浪没经历过 怎可能会因为这点事情 就慌了神 面对若素的问询 苏毅给出了一个答案 眼下这一场动荡 于力心见之而言 未尝不是一个机会 若素饶有兴趣 什么机会 苏毅笑道 证明自己何以成为天下主宰的机会 世事变迁 无非破旧力心 旧的时代已被打破 彻底落幕 新的规矩还未立下 如今的力心见斋 的确需要用一场行动 来告诉天下世人 何谓天下霸主 什么是力心见斋的规矩 凭什么力心见斋 能傲立天下之点 故而 在苏毅看来 眼下天下间正在上演的动荡和混乱 对力心见斋 并非什么坏事 若做得好 反倒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得知这样的答案 若素顿时放心不守 道 道友打算如何做 苏毅道 道友可以拭目以待 若素笑着汗手 看得出来 道友已成竹在胸 早有谋划 那我就等着看一看 道友该如何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平定天下纷乱 苏毅揉了揉眉宇 感叹道 我现在才深刻体会到 这天下霸主的位置 着实不好坐 若素不由玩耳 听得出苏毅是在调侃 而非抱怨 半个月后 在这天下动荡 十方混乱之际 力心见斋 掌交路也站出来 对外宣布阻施苏毅的旨意 禁止天军级道统扩张势力 抢夺地盘而内战 谁敢不从 必诛之 这一道旨意 在当天 就从禁天阁 分布在世间各地的据点 而传遍天下 须知 禁天阁本就是永恒天狱消息 最为灵通的一个超然势力 有禁天阁帮着扩散 来自苏毅的旨意 不止速度快 且能够传遍天下每一个地方 当这则消息传开后 当即在世间引发轰动 前一段时间 因为那些天地级势力 土崩瓦解的缘故 为了抢夺这些天地级势力的遗产 各大天军势力 为了扩张地盘 趁机而动 大打出手 在天下间掀起了不知 多少血腥冲突 时至如今 类似的血与腥风 还在上演 毕竟 那么多天地级势力倒下 其遗留的地盘和遗产 谁能不想咬一口 可随着苏毅这一道旨意下达 世间那许多天军势力 无不震动 一个个意识到不妙 一些正在世间各地上演的 厮杀和战斗 就此掩其息鼓 不少天军势力 更是急忙第一时间传信 向利兴建斋保证 再不会主动挑起战士 也有一些天军势力 明面上表示 会遵从苏毅旨意 暗中却依旧我行我素 趁机扩张地盘和领地 可很快 这些天军势力 就遭受到最残酷的惩罚 红袍天帝亲自出手 一人跋涉世间 弹指探灭一个又一个 阳凤阴为的天军势力 血流成河 伤亡无数 一个又一个天军势力倒下 灰飞烟灭 这一下 根本无需进天阁扩散消息 当这些天军势力覆灭后 消息就像雪花般 飞洒到天下各地 让不知多少 修行势力胆寒 这世间都在阵战 被震慑到 这 就叫杀鸡锦猴 仅此一事 世人都惊讶发现 身边的动荡和血腥少了很多 再不必每天都提心吊胆 人们这才意识到 这一场波及天下的动荡和混乱 有一大半的原因 原来出在那些为了扩张地盘 而大打出手的天军势力身上 若素得知这一切时 不禁赞了一句 好一个攘外必先安内 先把那些不开眼的天军势力收拾一遍 世人自然明白 这世间的动荡和灾祸 究竟由谁引起 经此一事 这永恒天狱的修行势力 谁还敢兴风作浪 为所欲为 真当立新建斋的旨意 是一纸空文 而在仅仅时隔十天后 立新建斋长教 再次对外下达一道 来自祖师苏义的旨意 号召永恒天狱所有修行势力一起 灭杀分散在天下各地的狱外天魔 天下随之轰动 苏天尊终于出手 要收拾那些狱外天魔了 好啊 这才是主宰风范 以后谁再敢说立新建斋坏话 老子得一个抽他嘴巴 苏天尊的确了不起 先荡平那些 为了一己之私 而掀起血雨腥风的天军势力 之后 才选择对付欲外天魔这些外敌 正应验了攘外现安内这句话 几乎在同一天 太吾教祖师枯玄天地宣布 尊奉立新建斋的旨意 太吾教上下对于外天魔宣战 同样是当天 四方之海霸主及势力一起表态 必当全力以赴 灭杀于外天魔 随着太吾教 四方之海各大霸主表态 这永恒天狱天下各地的修道势力 也争先恐后表态 想赢立新建斋苏天尊旨意 一起对付欲外天魔 那等阵势 恰似阵必一呼 应者云集 整个天下的风向 都随之发生变化 世间修道者都彻底沸腾 选择加入对抗欲外天魔的行动之中 不过 口号喊得震天想 也得看行动 一些大势力 明面上的确在遵从旨意 并且派出力量去对付欲外天魔 可时则只是做样子 因为这些大势力皆清楚 没人能把欲外天魔完全阻挡在永恒天狱之外 苏意也不行 因为欲外天魔的数目太多了 简直像蝗虫般 到处都有 如何能杀完 更别说 在那无须之地 还有源源不断的遇外天魔杀出来 潜入永恒天狱各地 这怎可能杀得完 遇外天魔中 可不缺极端可怕的存在 这等情况下 那些大势力都在寻求自保 躲避灾殃 哪怕响应苏意的旨意 也只是做做表面文章罢了 这是人性使然 甚至 在那些大势力眼中 那些奋不顾身 加入到对抗欲外天魔行动中的修道者 一个个都很傻 也很天真 因为苏意的一道旨意 就抛头颅洒热血 至于吗 一旦死了 谁会在意 立心见斋都不见得知道 你是谁 又是为谁而死 这不是傻 又是什么